男孩正在水面照镜子 可下一秒 一头史前巨鳄突然就向他冲来 差点咬下男孩的半张脸 几人想借助火光来驱赶这头巨鳄 哪晓得他竟有智慧似的 一个浪花甩尾 将男孩连火带人一同击落到水里 着急的同伴试图去救他 但鳄鱼咬住男孩拼命地往湖底拖去 眼看男孩即将奄奄一息 意识也逐渐模糊 突然一团光亮出现在眼前 竟是三只美人鱼姐姐闻生由来 几发十万福特就垫的这头史前巨鳄落荒而逃 在美人鱼小姐的帮助下 男孩终于有惊无险地回到岸边 一旁的小伙伴们看到这一幕 惊讶的目瞪口呆 而这个小的男孩彼得此番深入洞穴 深陷淋雨 是为了寻找抛弃自己十二年的亲生母亲 他们身处在一个叫梦幻岛的地方 传说很久以前一个精灵王子 爱上了一个美丽的人类女孩 为了得到女孩的芳心 王子用几千年的生命换来了一天的人类形态 与此同时 邪恶的海贼王得知他心爱的女人 投向了精灵王子的怀抱 愤怒的黑胡子船长带领海盗大军 开始大肆搜寻精灵粉末 不断寻找精灵王国的踪迹 精灵王子为了不让他们爱的结晶遭遇不测 无奈之下他们不得不把孩子送到人类孤儿院 等待他重返梦幻岛的那天 就这样男孩在这个黑暗的孤儿院里逐渐长大 直到某一个黑夜的降临 一群海盗穿着奇怪的人吊着威亚从天而降 不断抓住熟睡中的男孩 当然彼得也不例外 他被捕在一艘超大的海盗船上 在黑暗海盗的命令下 这艘巨大的帆船 可以直接在这片璀璨的夜空中凹响 随着船舵的拉起 海盗船开始以极快的速度垂直上升冲出大气层 直接驶向满天星空的外太空 彼得则像太空人一样在星空下游荡 但帆船突然开始迅速下落 然后他们来到了一个像梦一样的神奇世界 仿佛世外桃源一样 这是传说中的梦幻岛 但在这如画的美景深处 有一个非常黑暗的角落 那就是他们要去的目的地 随着海盗船的缓慢前进 他们来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矿山 这个像从莎士比亚戏剧走出来的人 正是海盗王黑胡子船长 他在这里统治了数百年 因为有一种神奇的物质叫做精灵粉末 他可以让他奇迹般的返老还童 为了获得永生 几百年来他不断从世界各地绑架大量南海 为他收集珍贵的精灵粉末 虽然他们都是被抓的苦力 但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公平的竞争 却被一旁的老油条给夺走 还诬陷他偷精灵粉 即将面临严厉的惩罚 只见彼得被逼到木板边缘 底下就是万米深渊 黑胡子毫不留情地一脚 把彼得踹了下去 就在男孩即将落地的危机时刻 奇迹竟然发生了 只见男孩在众目睽睽之下 竟然神奇地飘在半空中 但没飞一会儿 就重重地摔在地面上昏了过去 黑胡子这下终于知道 这个不知名的男孩 就是将要掀翻他统治的人 于是下令将他关入地牢 而其中一个叫虎客的御友 看到先前那神奇的一幕 决定带彼得逃出升天 于是在好友眼睛的帮助下 他们成功登上了一艘悬在空中的帆船 在海盗们的疯狂追赶下 他们终于穿过了万丈高的墙壁 成功地逃离了黑胡子的管辖范围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在坠落的一片奇怪森林里 他们突然遇到了几只看起来 像骨头架子的奇怪大鸟 当地人给他们起了一个 很有艺术感的名字叫梦鸟 就这样几个人在大鸟追赶下 来到了一个神秘的野人部落 不管虎客怎么解释 部落里的人都认为他们是邪恶的海盗 如果他们想活着离开 他们必须在这里打败潘 也就是部落里最勇敢的士兵 他行动敏捷核心力量惊人 但凭两条腿就能站在一根棍子上 果不其然年轻人用敏捷的技巧打到虎客 毫无反击的力量 虎客趁机抄起一旁的木棍框框就是两棒子 直接把小伙脑袋瓜子敲猛了 纵身一跃跳上高台 示意虎客一把定输赢 虎客别无选择只好勉强应战 但不出意外被掀到了天花板上了 就在虎客被一顿胖揍时 看戏的彼得再也受不了了 他疯狂地扑在年轻人的背上 但年轻人看他是小孩也不手软 直接把彼得扔到空中 当彼得落地危在旦夕时 伴随着酋长的吼声 人们把目光投向了酋长手中的吊坠 原来酋长刚不小心捡到了男孩脖子上的吊坠 这里有一个古老的预言 那就是有吊坠的人会是能带领他们走向光明的天选之子 为了验证预言的真实性 彼得必须在三天内再次飞行 否则他们仍然无法逃脱被处决的命运 无论彼得如何努力尝试 都无法像之前那样飞行 就在彼得沮丧的时候 一场灾难正在悄然到来 无数恐怖的海盗抵达部落 开始在部落中大肆侵略 很快所有部落的人都被控制在黑胡子手中 聪明的彼得在恐慌中爬上悬崖 找到了凶猛的梦鸟 彼得鼓起勇气直接跳到梦鸟的背上 这时黑胡子船长的枪口瞄准了部落公主 威胁他们说出精灵王国的位置 但他们守口如瓶 用生命誓死捍卫着他们几代人都想保护的地方 正当黑胡子即将扣动扳机的危机时刻 彼得骑着梦鸟匆匆赶到 开始在部落里横冲直撞 虎客看到了救公主的机会 黑胡子也没有白来 他们在酋长的办公室里找到了通往精灵王国的神秘地图 为了不让黑胡子抓住机会 彼得三人决定殊死冒险 也开始向充满未知力量的精灵王国前进 在经历过一段湖面漂流和怪兽袭击后 几人看到远处的竟有一艘停在水面上的帆船 拥有自己的船是虎客一生的梦想 而且他已经爱上了公主 在经历了这么多危险后 他不希望公主再陷入危机 想带上他们一起逃离梦幻岛 但有着部落信仰的公主 无论如何都不答应他 虎客只好驾船 留下了彼得和部落公主 独自驶离梦幻岛 剩下的两人经过一番搜寻 终于找到了一堵充满魔法咒语的石墙 与此同时黑胡子带着手下也来到墙前 原来他们一路尾随前来 活了近千年的黑胡子知道彼得脖子上的吊坠 正是打开精灵王国大门的钥匙 然后黑胡子抓住吊坠 直接插入墙上的钥匙孔 随着钥匙的轻轻转动 一个带有大量精灵粉末的索性被带了出来 识货的黑胡子用鼻子闻了闻 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味道 那就是永生的味道 兴奋的黑胡子船长把彼得和公主绑在船上 直接带着满船的海盗冲进了传说中的精灵王国 飞翔的精灵看到彼得 仿佛用他们独特的方式迎接主人再次回来 然而黑胡子像科嗨了一样 变得彻底疯狂 他开始燃烧周围所有的精灵 彼得无法忍受无辜的精灵在他面前牺牲 彼得不得不向船长祈求 想用自己的生命作为条件 让黑胡子停止杀死精灵 黑胡子表示这正合我意 直接把剑伸到了彼得面前 要死是吧 那我成全你 就在黑胡子准备挥剑砍向彼得时 海盗船突然被另一艘巨大的帆船撞上了 原来是虎克决定回来和彼得并肩作战 看到救援到来 彼得毫不犹豫地跳到虎克的船上 勇敢的公主开始在高维杆上 与黑胡子进行一对一的终极决斗 几轮后黑胡子发现自己竟不是公主的对手 狡猾的黑胡子切断了桅杆上的绳子 加上两艘船的沉重冲击 公主直接从远处扔了出去 正在帮助虎克稳定翻船的彼得 看到了命悬一线的公主 迅速放弃了船舵 毫不犹豫地跳到了黑胡子的船上 而虎克的船直接撞上了巨大水晶 所有的桅杆的已经报废 顿时失去了控制 经过一段剧烈的摩擦 随着船锚勾住水晶 整艘船在悬崖边上岌岌可危 虽然虎克暂时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但他心里也很清楚 摔倒只是时间问题 果然虎克用尽了最后的力气后 最终在彼得面前掉进了无尽的深渊 心系同伴的彼得 眼睛突然变得非常坚定 他果断跳起来 迅速向虎克下落的方向俯冲 只是公主很快被黑胡子的手束缚在柱子上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他们看到不远处有两个人迅速穿过空中 彼得终于激发了他的飞行潜力 再次创造了奇迹 他带着虎克飞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然后调转方向朝海盗船飞了过去 此时彼得已经完全觉醒 他不再是那个手无缚机之力的小男孩 而是摇身一变成了这里的精灵王子 他召唤了无数耀眼的小精灵 在彼得的命令下 大量的小精灵都蓄势待发 集体围绕着海盗船 然后彼得使用烟花般灿烂的流星拳 一段时间无数精灵摆平了船上的每个海盗 最后只有黑胡子船长仍在试图抓住公主 彼得看到直接阿瓦达啃大瓜 黑胡子被大量精灵牢牢控制在甲板上 让黑胡子如何挣扎都不能一动半步 最后彼得和公主漂浮着离开甲板 看到黑胡子和他的海盗船 在神秘的精灵王国中完全陨落 最后也终于如愿以偿见到了母亲的残影 彼得也经此一战 成为了我们所熟知的小飞侠彼得潘 带领着孤儿院的小伙伴们 一同乘坐着飞翔荷兰人号 使向了那永远充满快乐的梦幻岛